110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将于3月19号在宜兰县举行 运动会圣火传递到南投县 由副县长陈振生带领县府团队迎接圣火 并由中兴国中棒球队接替绕行全线 陈副县长表示南投县在运动积极上表现不凡 希望今年能够再接再厉再度为南投争光 3月19号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将在宜兰县举行 大会圣火传递南投县 由副县长陈振生率领县府团队一起迎接 象征南投县在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上不缺席 并预祝选手都能够有好的成绩表现 两年离度的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即将在本列3月19号在宜兰县要举行 那原住民运动会南投县还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有两个等于是三个原住民乡 有布隆等五个主群 那在整个主群的表现方面都非常突出 尤其今年连续四天的活动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住民乡亲 以及小朋友 其实对这项活动还是蛮重视的 所以历届都获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两年一度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南投县表现优异 108年时更南瓜了20斤 11银7桶的佳鸡 副县长也期免参赛选手 今年能够再接再厉为南投争光 108年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我们获得了20斤11银7桶的佳鸡 那今年我们有几项还是希望再度参联 就是台前还有角力 以及我们的一个 那个篮球另外八虎 都是我们的强项 我们也希望今年 在我们小朋友的卖力的努力之下 应该可以获得非常好的佳鸡 在简单的圣火交接之后 火炬由教育处长陆振威 传递给中兴棒球队 将由棒球队组成的圣火传递小组 绕行南投县 号召全体献民 3月19号到宜兰 帮南投县的运动选手加油打气 记者张东仁 南投市采访报道